我今天一起录了两个换盘视频啊 我还没发出去呢 那么肯定会有人问说啊 这个季节还能换盘吗 这个季节能不能换盘 分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 像我演示的这种 像比如说这个桂贝竹啊 或者是这个 呃 晶天树啊 是吧 咱们嫌原盘丑的 嫌原盘小的 那么这个季节 温度超过35度以上 那么能不能换的 既然就别换了啊 等到9月份以后 等到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 啊 至少是这个30度以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换盘比较稳妥 为啥啊 就是因为 看我换盘啊 满脑袋全汗 是吧 这么颜开太多 看不到汗了 天边热啊 跑出来这个盲孔打开了 这叫汗线是吧 我不太了解啊 夸夸往里冒汗 植物也一样啊 植物温度高 植物叶片也夸夸地蒸腾 那么这时候换盘 对根系的系统压力 是非常大的 植物状态不好缓 啊 状态缓不上来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要注意啊 尤其是那种叶片 小叶片比较多的啊 那些这个叶片 正常量比较多的 咱们仍不换 尽量就不换 如果说你家植物 根系腐烂了啊 那么这个季节 你该换还是要换 你不换 它可能后期烂死了啊 你换 还有一线升级 去正确地去理解换盘 我换盘是因为 这两天讲那个 龟贝族和这个 金天树啊 不能裸根个地儿冷个啊 我比较后八根 所以说给它上盘 顺带出一个换盘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啊 小叶片